如何一天赚五千万 男人捡起地上发霉的木板 告诉女主人可能是价值连城的名画 对方立马让她帮忙修复 修复完后是侍女图真迹 吉尔却谎称赝品 由于她是顶级艺术品拍卖行的老板 一眼就能鉴别真假 没有人怀疑她说的话 吉尔告诉女主人 虽然这幅画也有几百年历史 但和真迹比价格要相差很多 女主人只好让她帮忙拍卖 原本价值六千万的话 吉尔安排搭档以五百万拍下 随后给她一千万用金 自己纯赚五千万 两人合作几十年 凭借着这套配合从未试过手 吉尔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她收集了一屋子名画 全是年轻女人的画像真迹 几十年来她从未谈过恋爱 更不知道如何与女孩相处 让她提得起兴趣的只有古董和钱 吉尔品位极高又多金 很多女人投怀送宝 但都被她拒千里之外 她性格孤僻目中无人 身边几乎没有朋友 最信任的就是合作多年的老搭档 这天 吉尔接到一通电话 对方声称叫贝拉 由于父母离世 要将家里值钱的古董全部卖掉 让吉尔帮忙处理 她来到约定地址 是一栋古老的别墅 并没有见到贝拉本人 管家上前接待 尽管里面的家具很陈旧 但看得出来以前是大户人家 吉尔来到地下室 地上的机械齿轮吸引她的注意 她偷偷塞进口袋 回来后立马拿给机械师鉴定 齿轮上的工艺精密又罕见 无法确定价值以及用途 这让吉尔对贝拉的身份产生好奇 家里的藏品连他们都无法识别 她约贝拉见面 签古董的估价合同 贝拉欣然同意 第二天吉尔来到别墅 但依旧不见贝拉的身影 电话也无人接听 这让吉尔非常生气 觉得贝拉在戏弄她 从没有人放过她鸽子 忍不住大发脾气 这时管家拿来电话 是贝拉打来的 说自己不方便露面 这时梯子掉落在地上发出巨响 电话里面也有同样的声音 吉尔意识到贝拉就在房子里 但为何迟迟不愿和自己见面 试图约她出来签合同 贝拉让她来到二楼 原来她一直躲在墙后面 将合同和护照从缝隙塞进来 护照已经过期 是贝拉小时候的照片 吉尔透过墙洞 看到一只清澈的眼睛 这让她产生浓厚的兴趣 离开时管家把钥匙交给吉尔 方便她随时过来查看 不过进出时要用力关门 让她确定家里有没有人 这更加让吉尔感觉神秘 忍不住地想要探索 于是她故意大声关门 但并没有离开 贝拉以为家里没人出来活动 吉尔终于见到她 女孩的脚趾受伤 正在处理伤口 却不知有人正躲在暗处偷看她 男人的手机掉在地上 贝拉听到声音惊慌失措 连忙躲进房间把门反锁 吉尔见状落荒而逃 这种心跳加速的感觉 她没有体会过 她开始注意形象 向管家了解贝拉的情况 从管家口中得知 她患有旷野恐惧症 不敢面对人群 不敢与人交流 从未离开过这栋房子 接下来几天吉尔给她打电话 却迟迟没有人接听 吉尔非常担心 买了很多东西来看望她 看到地上的血字 她连忙来到墙边 询问贝拉的情况 吉尔从未如此关心过一人 从这之后 两人总会隔着墙壁交流 贝拉的生日到了 吉尔特意询问朋友 如何逃女孩欢心 第二天她买来一束玫瑰 吉尔格外紧张 这是她第一次追求异性 没想到贝拉破口大骂 说她给物品的估价太低 觉得吉尔想坑她 这让吉尔特别愤怒 将花扔在地上后离开 晚上贝拉打来电话不停道歉 听到她抽气的声音 吉尔原谅了她之前的屋里 她偷偷溜进别墅 能看到贝拉已经心满意足 离开时发出响声 贝拉受到惊吓 连忙打电话向吉尔寻求帮助 吉尔刚走到门口又折返回来 看到贝拉如此不安 只好坦白刚才的人是她 贝拉让她滚 再也不想看到她 吉尔失魂落魄地离开 刚走到楼梯口 贝拉叫住她 祈求她不要走 吉尔狠吃这套 却不知她已经被贝拉拿捏 贝拉转过身 吉尔忍不住抚摸她的脸颊 她买了很多衣服和化妆品送给贝拉 这个女人太会了 故意露出性感的后背 让男人帮她拉衣服 吉尔被她迷得神魂颠倒 想把最好的东西都送给她 邀请她共进晚餐 贝拉走过来亲吻她的脸颊 这天晚上吉尔离开别墅 没想到遇到劫匪 将她打倒在地 抢走身上所有值钱物品 贝拉打开门 看着躺在大雨中的她 最终克服恐惧 勇敢奔向吉尔 查看她的伤势 吉尔看着贝拉慌张的样子 露出微笑 这让她知道 贝拉很在乎自己 更加想要和她共度余生 出院后 吉尔将她带回家 甚至毫无保留地 将她带进收藏室 满墙的名画让贝拉震惊 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 吉尔邀请她住进自己家 贝拉欣然答应 而吉尔也决定 主持完最后一场拍卖会就退休 和心爱的女人 一起安享晚年生活 然而当她回到家中 却不见贝拉的身影 她来到收藏室当场傻眼 数百幅名画不翼而非 吉尔连忙来到贝拉的别墅 大门警锁里面空无一人 她来到门口的咖啡厅询问情况 坐在角落的侏儒女人 告诉吉尔 这栋房子是自己的 两年前租给电影公司 前几天他们已经退租 将所有东西搬走 吉尔询问她有没有见过贝拉 女人表示看到她进出别墅 一共237次 原来贝拉一直在欺骗自己 她根本没有旷野恐惧症 这一切都是合作多年的老搭档 精心设计的爱情片局 她太熟悉吉尔 于是打造了贝拉这一色恐的形象 让吉尔毫无保留地爱上她 随后偷走她毕生收藏的名画 电影《最佳出嫁》 一眼能见别真假鉴定师 却看不透爱情和人心 好了 这里是唐司令说电影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感谢观看